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教授常说一句话叫做中国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那我们今天就请周教授谈一谈他为什么这么说 周教授您好 好 您好 首先周教授您告诉我为什么说中国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主要是中国体制叫破了产的极权主义 所谓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就是瞒和骗 瞒不杠人骗 杠人骗的 瞒和骗 这样就造成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由于他信息不得称 好多事他就不知道 你比如说今年是共产党一大一百年 可是好多人都说 说今年是共产党成立一百年 这就是信息不得称 实际上共产党是1920年成立的 今年是成立了一百零一年 就这么一件事 就是瞒和骗 不告诉您 那么长此以来呢 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呢 由于信息不得称的原因 他就变傻了 而且他有好多偏见 比如我一再的说八国联军 说是侵略军 人家谁侵略你了 你是大清朝国际法主体 一共你存在了268年 人家你跟好多国家都建交了 比如英国 法国 德国 你都建交了 结果建交呢 人家就到你这儿派传教士 宣教士 完了派你的派外交官 结果呢 你的刁民 暴民 还有你这帮贪官 简单说太监 你就把人家往你这儿派的外交官 你给人家折磨致死 而且呢 你的暴民就是所谓义和团 把人家的教堂给人家砸了烧了 把人家办的学校 特别是传教士 他杀了人家洋人二百多个 同时又杀了二十万中国人 所以这帮家伙就是老以为说八国人家侵略你了 谁侵略你了 对不对 而且你大清朝你的头慈禧 或者说大清朝的政府向人家那些国家宣战 那么你向人家宣战 人家就应战 就打起来了 所以说他们就说八国人家是侵略军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还有是49年10月1号建政 50年的大概是下半年吧 就开打了 打谁 打人家韩国 韩国是二战以后的一个政治主体 所以说志愿军 百分之百就是侵略军的 他们就不知道这事 志愿军当然就是中国的国军 他名字叫志愿军 他是志愿吗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吗 就侵略人家去了 50年的好像是6月还是7月 就打过去了 那韩国是国际法主体 我就问你 人家美国侵略你中国了 刚说美国是野心狼 谁是野心呢 野心狼是斯大林和金日成 他们俩有野心 他们俩用暴力的手段 想武装的统一韩国 可是韩国已经划了三八线了 那是国际条约 那边叫南朝鲜 这边叫北朝鲜 他们到 他们擅自取得了南朝鲜 南朝鲜现在就是韩国 现在大概有6000万人口 经济一片繁荣 北韩北朝鲜 2000多万人 穷得饿死人 都到了现在了 都70多年了 还没有认识到呢 那你志愿军 你志愿军当然就是侵略军 在开始的时候 您说了一个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1920年就成立了 现在他说他是1921年 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必要撒这个谎呢 没有必要 因为撒谎是习惯了 习惯成自然了 一不留神说句实话 留神的时候说多谎话 所以为什么你说中国人很多人上当受骗呢 首先就是个信息不得衬 一个是蛮和骗 骗 骗的全场了 因为当时希特勒有个宣传部长 叫格佩尔有一句话 谎话说三遍 三十遍 三百遍 就是真理 那中国这谎话说多少年了 到现在说了72年了 他很多人他就相信了 比如我一说八国联军 他们就是八国联缺略军呢 谁缺略你了 说这个志愿军 志愿军是缺略军呢 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他们不知道 周教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这个情况的 我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 比如举例子 我小学 五年级 六年级有历史了 教我们的历史的老师 是当时北京小学里头最好的一个老师 我记得叫戴老师 小学五年级有历史 初中没有历史了 高中也没有历史了 简单说 我就是从小学五年级 我们历史老师给我们讲的 这些基本事实 比如中华民国哪来的 你刚才说的 你小学的上学的时候 那是文革之前的事了 对 文革之前 你的历史老师已经告诉你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侵略军了吗 没说侵略军 但是他说谁动的手 按照你只要有逻辑 讲理 你就知道 谁动的手 不是人家美国跑到朝鲜半岛来 完了去打你中国 或者打北韩 是北韩先动的手 他们是打过了分发线 那个时候你的历史老师 那个时候你的历史老师 就已经说是北韩去打进了南韩 而不是美国或者是南韩侵入北韩吗 对 这个历史的基本事实 有日子 比如说呢 我记得好像是1950年的6月25号 可能日子记得不太税 就是北韩的头叫金日成 在斯大林的支持之下 当然后来也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之下 他们就先动手了 他们就打过三八片 但是周教授 中国官方的说法 包括中国在历史书上的说法 都是南韩先侵入了北韩 北韩起来反击 才打到了南韩去的 你当时在文革之前 你的历史老师已经就说了 是北韩先动了手 先去打进了南韩吗 对啊 因为北韩 他说是南韩侵入北韩 所以他们反击 实际上呢 大约是三天 北韩的军队就占了南韩的首都汉城 你想这道理 你只要有逻辑你就明白啊 他先动了手 而且还得说在美国支持之下 那怎么三天他就把汉城给丢了呢 而且用不了多久 北韩的军队就打到那个 是釜山还是哪 就把南韩的军队给打到海边去了都 所以你只要有逻辑 你一分析你就明白 老师不见得明确的跟你讲 但老师跟你讲的是基本事实 或者是时间链条 哪天先动他了 哪天汉城就丢了 王志愿阶哪天过去的 你只要有个基本的逻辑 你就知道 当然是侵略军了 你说人家韩国打的你 那怎么三天 你就把手都给占了 您所说的中国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这傻子 咱们先说说傻子这边 这个傻子有什么特点 傻子就是无知啊 就是八无嘛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首先就是无知 他不知道啊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 我不是说了吗 信息不得衬 他瞒和骗 他不告诉你 你不是后来我们学党史 一直就这么说 1921年7月1号 党的生日 后来发现 后来发现不对 改开放以后 改成7月23号 当时我就想 怎么回事啊 7月23号 怎么就变成7月1号了 怎么就差了23天呢 后来又再去问党史专家 7月1号谁定的 毛泽东定的 他后来定的 对不对 那他参加一大了吗 小学老师也跟我说过 说毛泽东 没有参加一档 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头 我都带来了 就是小学五年级 六年级的历史课本里头 他就有一张照片 或者叫图片 12个人围着一桌子 有没有毛泽东啊 没有 后来长大了 到上海一大的会址 去墙上挂一张画 12人变成13个人了 怎么多一个呢 因为我小时候脑子也好时的 我那个历史课本的 那个画片还在呢 现在还在呢 哪天我跟你们看看 他怎么就12人就变13个人了 谁呀 毛泽东 站着 人家12人都坐着 毛泽东站着 手里还拿着一个纸 相当于主持人的尽头 这不就假的吗 到现在你到一大 你到那个 上海一大会址 你去看看去 你看看那张照片 或者那张图片 是不是13个人 那我看的不对啊 因为我是54年一年级 是吧 完了我上五年级的时候 12个人呢 怎么现在就变成13个人了 公然作假 你知道吗 而且当时就讲了 一大的总书记陈独秀 南边陈独秀 北边李大钊 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创始人 他们居然没参加一大 当时有的同学问老师 说为什么这个开一大 这么重要的南陈北李 他们都没去 当时我们就听了 老师也不怎么讲 就是他们没去 但没去这事我知道 后来长大了 问这个党史专家 说他们俩怎么没去呢 说那他们俩干嘛呢 你们俩是党的创始人 党的成立大会 7月1号 你们怎么都不去呀 这慢慢你才知道 就是说你这个人呢 得有最基本的理性 简单说你想讲理 你还得有个实事求是的精神 你就得追问他们 现在呢 他们有谎话说多了吧 他谎话说不圆了 刚才你讲了这个傻子呢 他这个是八无 您这个口头 口头禅八无 挂在这个傻子的身上 那么这个傻子 他这个造成 他有没有他自身的问题 有没有自身努力的不够 当然中国有句话叫自欺欺人 他自己欺分自己 他不懂装懂 他也欺人 用中国现在一句流行语言 就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是一种 为虎做仓的状态 仓 仓鬼 什么叫仓鬼 被老虎咬死的人 变成的鬼叫仓鬼 那么为虎做仓什么意思呢 他带着老虎 他现在咬别人去 他就是被老虎咬死的人 仓鬼带着老虎咬别人去 就叫为虎做仓 用西方的语言 叫斯德格尔摩综合症 或者叫精神分裂 小时候我就说过这事吗 我因为说这事 我还挨不整呢 我上初中 到高中 我上四中了 当然就想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得唱国歌吗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闯造人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哎 中国就讲自立更生 哎 天行剑 君子当自强不息 哎 完了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生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哎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我在小学的时候 发的一页课本 我都留着呢 祝 大救星 就是救世主 救世主 就是大救星 啊 那我就想 你不是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吗 你怎么哄还又就出一大救星呢 当时你问这些问题 招来 当时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还整啊 你得想想 所以中国人说谎话 一个是主观 就是一个 就是那个糊涂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 你说实话 我恋了你 你像我们人民大学 有一个共和国最美的奋斗者 就是张志新 他不就说句实话吗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党的副主席 写过一篇文章 论共产党的修养 我们都学过 张志新也学过 当然他比我大了 后来呢 他就给 把刘少奇托人一翻脸 就是1960年 在8月5号 叫炮达森林部 也就是 也就一两个月吧 刘少奇就变成了 叛徒内奸公贼 而且还要把他开除党 还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么张志新呢 就对刘少奇这个事呢 他表示不同的意见 因为他已经是党员了 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 他没有到别处瞎说去 那不行啊 刘少奇已经变成是 党内最大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怎么替刘少奇名言叫轻 枪毙 枪毙之前 还怕他喊 喊什么呀 喊毛续万岁 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怎么办呢 有一个医生 出一主意 把他喉管给他割了 于是当时辽宁省的头 就是毛泽东那侄子 毛远欣同意 就把张志欣 枪毙之前 把他喉管给割了 你想想 像这种事 你想张志欣说句实话 而还没有说别的话 是给党的副主席 国家主席说句工作话 造成杀身之祸 我就问你 这些老百姓 他没脑子吗 你说实话 你说实话 你可能是杀身之祸 或者是可能遭到整肃 所以说当然有环境了 这种环境就不能让你说真话 当时林彪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和可靠接班人 林副主席怎么说的 不说假话 办法上大事 这句话我们传达过 这个外部环境强迫你不能说真话 但是你自己心里边 有没有敢秤 知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黑白 这个跟你自身的努力 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孩子比较天真活 你想我上高一的时候 我还不到 我还可能就17岁 基本属于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很单纯呢 就说实话了 说实话就遭到整肃 那我长大了以后 就要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那我越来越大 特别是那些大人们就跟你讲 莫谈国事 莫谈国事 那是晚清的话 那到了解放以后 你也莫谈国事啊 你不是说57年 我是小学四年级 反右了 右派分子了 右派分子的言论 我长大了以后 我看了一本书 叫右派言论集 可能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看见的 我一看大吃一惊啊 我说右派说的话全对啊 我亏了我没赶那时候 因为我是四年级 是这个就是57年 那时候小学生嘛 如果我说我要是 那时候要懂事了以后 我也说两句实话 百分之百我就是右派啊 你这是吧 庆幸 没赶上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外界的因素 就你说实话 我整你 我整死你 当然也这么教育的 莫谈国事啊 好好学好树里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你不要学社科人文 你学那文干嘛呀你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外部的环境 还有自身也一样啊 因为你慢慢就懂事了 人呢都是趋利避害 我能找死吗 我能拿着鸡鸡蛋 往舌上撞吗 所以它是双向恶性互动 人本来正常的是都有好奇心 对 在这个环境的压迫下 大概好奇心慢慢也就没有了 对啊 淘汰了 你说实话 你说的厉害的 把你干掉 你看张志欣 这不就死了吗 还有一个北大的一个 著名的女性 叫林昭 后来林昭据说 也掉到人民大学去了 那林昭也被干掉了 后来等改革开放以后再一看 因为说实话 被干掉的人成千上万 嗯 我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我小 我不知道人家比我大的人 你也知道啊 所以现在在官场上 你敢说实话 你找死 我跟你讲 所以实际上 这个也像当年的 这个右派那些人 右派那些人 也没有完全的 被这些洗脑的教育 洗脑的这个宣传所迷惑 他们还是根据个人的良知 和根据自己的逻辑判断 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结果他们说出来了 就招致这个大祸 有的是甚至是杀身大祸 所以呢 慢慢的人们也就不再去想 不再去琢磨 不再去自己去思考 而是说听之认之 上面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就好了 这样不会有事 对 你就包括李克强 李克强在咱们党内系统里 他属于二把手 是吧 他就是国务院总理 政府首脑 习近平说脱贫了 都已经宣布都脱贫了 他来一句话 说中国还有六亿人 一个月的收入 不到一千元人民币 这不去实话吗 当然他没有遭到十二人之祸 但是他慢慢就被边缘化了 你想 这不也是一个 等于说不得要力吗 人家老大说了 我们都脱贫了 他刚才有六亿人 一个月还不到一千元人民币呢 大时候一看 什么叫脱贫呢 你想一个月不到一千人民币 有时候要在北京 连方都不够 嗯 怎么就脱贫了呢 所以说 李克强对边缘化 一个外围 就是环境 一个他那样 你说这话干嘛呢 对对 人家老大说了脱贫了 你敢说脱贫了就完了吗 你怎么能来这句话呢 还有一个地摊经济 有一次李克强 这个赞扬地摊经济 而老大呢 叫国进民退 嗯 要对这些市场经济 要退 退回到 这个国有经济 或者叫计划经济 他来个地摊 这也是不得要理的事 你想想 嗯 所以说你就想 现在的二把手 他倒没说什么 这个特别的 有棱角的话 但他说的话 也比较真实了 怎么样 边缘化 当然不至于下去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中国的所谓的傻子太多 实际上 是由外部的环境 外部的压力 也就是来自权力机构 政府机构 执政的机构 的压力造成的 而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双向互动 你不是像 这个清华大学的 许章润教授 堂堂正义 就得人家说了几句话 就给他 提前提前不让教课了 也不给工资了 蔡霞 中央党校的一个 堂堂正义的一个教授 也是要说了几句实话 只不过这实话 说的比较尖锐 这不就给开除党籍了吗 这不也给工资 也不给了吗 而且存款也都冻结了吗 所以到现在 据说还有个 有个叫什么来了 有个叫任德炮 任志强 也是一样啊 他说了几句难听的实话 我并不同意 我并不同意他说这话 难听 但他说这实话 他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思 这不就判刑了吗 我记得好像判了18年 还是判了多少年来了 这不一直到今天也如此吗 你说实话 你不至于 遭来杀身之祸 最起码你被暴打一顿 最起码你的利益受到损害 这到现在也是一个 它是个逼梁为娼的社会 你以为那些女子都想当娼吗 逼梁为娼 但是逼梁为娼 你又不能都当娼啊 那有的人逼梁 他就没当娼 所以你不能说 完全是因为逼我 我才当娼的 那逼你 有人就没当娼 所以这叫恶性互动 外界就是环境 内边就是他你自己的定力 或者叫自身的修养 双向互动 恶性互动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骗子 骗子 中国的骗子不够用了 骗子都指的是谁啊 周教授 首先现在就是金融骗子 比如说发行金融产品 什么股票 什么债券 什么期货 在美国一样 在美国的好多 所谓的美籍华人 或者是华侨 也是上当 上当有两个元 一个是贪心 他想呢 这个自己不二货 你想我买点金融产品 我买点股票 将来他不就翻番了吗 甚至找十倍一百倍 就是第一他贪心 第二他信息不得衬啊 没人跟你讲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办这个自媒体呢 就是这意思 自媒体就是言论自由 你可以在自媒体上 在网络上 你可以造谣 造谣 你说我这股票能涨一百倍 我就变成了一万富翁了 你可以 但是别人还可以说 你这是造谣 那么你这是骗子 所以说人呢 就需要信息的对称 所谓的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所谓的这个骗子呢 我主要指的是说 对于政治事务 社会事务 这个问题的这个骗子 这些骗子都是谁啊 政治骗子是第一位的 比如说中国大陆 有一句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信中国 后来我听见我的几个老朋友 他们就跟我说 他说应该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凶中国 凶恶子中凶 你想共产党成立 咱们就说一百年了 你问他非正常死亡有多少人啊 你比如说六零年前后 所谓的大饥荒 死了上千万人 诶 突改也是一样啊 也干了好几百万人呢 所以他就跟我讲 说应该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凶中国 可是你敢这么说吗 你敢说马上就灭了你 我听见那个国内人跟我说的 也是范庄 悄悄说 可是你想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了 他杀多少人呢 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 对啊 他说了一万遍了 你想谎话说三百就是真理 他仗上来一万遍说 很多人就接受了吗 那是超级真理了 那就是 宇宙的真理了 那就是 那片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片子也是双向互动 第一个人格萎缩精神分裂 人格都不行 简单说这种都不是好种 在家环境 他又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啊 比如中国就没有 基本没有信仰 你看这美国人 那大部分都信基督教 对不对 他有信仰 中国人有吗 中国人后来就信钱了 原来信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神 后来毛泽东一死 毛泽东的一个警员写一本书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我看见了 这本书我还有呢 地摊买的 那挣八百书可能得 可能得十五千一本吧 这本书地摊倒是都有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我也买了一本 写的也不太好 但是也毕竟是一实话 毛泽东是人 他不是神 后来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了 但是这种宣传已经到 多少年了吗 这到现在你问问这些 比较年轻的人 有人管他叫小粉红 当然了 他还得说毛泽东就是神 为什么 他没有真神 真神就是耶稣基督 他没有 没有毛泽东就是神 所以孔子有一句话 子不语 怪力乱神 因为你没有正教 他就变成有邪教 你没有正神 他就有这个怪神 乱力怪神 这就是这就是人的心灵 他不能空着 对对 你比如说一个茶杯 一个玻璃杯 你不让他进水 他就进空气 你什么都不让他进 他就真空 真空就不抗压呀 他就这么回事 这叫肾虚而入 所以中国没有正教 他就变成有邪教 邪教是谁呀 马克思练宁主义就是邪教啊 你想四个洋老头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萨林 跑到中国来 作恶多年 而且中国人呢就啥吗 你说你中国是个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 对对 你怎么就四个洋老头 你就信奉他们的邪教啊 叫马克思练宁主义 你说荒唐不荒唐 你知道今天很多党员 说我死了以后 我得见马克思 见他干嘛点你 中国人很多人上当受骗 信了马克思 他们现在真的信马克思吗 毛泽东就不信 毛泽东他就不信 但是他得说呢 马克思是一个 是一把刀 就是刀什么的武器 用那个谁 用我们老师的话 说把马克思装到电筒里头 干嘛照别人 他不照自己 你知道吧 所以中国怎么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既没有马克思也没有列宁 你知道吧 他完全就是邪教嘛 对对 为什么人家 实际上利用 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其实是行自己的专制 对对你说对 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嘛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这些人 我不认为他们真的信奉 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们只是觉得 马克思列宁主义 说的那些东西 比较适合他们能够进行专政 进行专制 那么为了这样的专制 他去拿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去欺骗别人 但是他不信列宁 因为列宁是个恐怖主义分子啊 但是我跟你搁一块 我叫马克思列宁主义 所以我这有马克思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四本 我这还有四本呢 叫列宁全集 我原来在我这书里都摆一块了 叫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共八本 这么厚八本 四本马克思恩格斯 四本列宁的 现在不说列宁了 我想中国共产党 他提到列宁的主要是因为列宁真正的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 苏联 那么中国当年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苏联为模式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建政以后 在开始的时候也是以苏联为模式建立 所以他呢更喜欢的是说列宁的实践 马克思的理论 对 我想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 主要的问题就是列宁敢杀人 列宁奏用了斯大林 重用了杰尔仁司机 所谓素环委员会 中国也一样 中国重用了王岐山 中纪委的头 把这些干部 整肃这些干部 光将军就一百多个 你想想 跟列宁一样 因为为什么崇拜列宁呢 因为列宁他敢杀人 他建立一个政权 中国共产党要夺权 但是夺权你学马克思不行啊 马克思是个学者 他的理论能夺权吗 到了列宁了 叫列宁的党 中学一横口的同学 他说你要说清楚啊 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中国这个党 是列宁主义的党 强调好几回呢 后来我一开始我还不明白 怎么列宁主义的党了 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吗 不是 马克思主义的党 后来就变成第一 第二国际 第一国际了 到了第三国际 就是列宁的党了 列宁党什么意思 就是不做手段呢 什么叫不做 杀人 杀谁 杀党内的人 所以中国哪里是 马克思主义的党啊 中国应该是列宁的党 让列宁死得比较早 对吧 后来就变成萨林 萨林点下暴君的 那就是 杀人如麻呀 中国的执政者 为了能够稳定自己的政权 维护自己的政权 他们故意的制造了傻子和骗子 可以这样说吗 当然 他拿马克思当骗子 马克思主义嘛 消灭私有制 叫两个决裂 跟私有财产 跟私有观念 决裂 骗你的 紧接着还有刀把子 刀把子就是 列宁啊 就是斯大林啊 对 他真杀人呢 他杀党内的人 不是说杀老百姓 你像什么托勒斯基了 什么布哈林了 这些家伙都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他不全给杀了吗 跟中国一样 中国整死那个高岗 整死这个刘帅奇 邓小平 杀老百姓没整死 整死这林彪 都是嘛 他们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 他们互相残杀 叫刀把子嘛 所以现在叫枪杆的刀把子嘛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笔杆的 笔杆就是骗你的呀 刀把子 枪杆就是杀你的呀 中国又多了个钱袋子 有钱了咱们 所以叫四杆子嘛 枪杆子笔杆子 刀把子 钱袋子 这就是中国的政府的招 这笔杆子负责给人洗脑 洗脑宣传 刀把子负责呢 压制人们 压制人们的这个思想自由 压制人们的这个意义思想 意义观念 对 刀把子呢 他跟枪杆子还不太一样 哎 刀把子呢 就指了公安 国保 还指了特务啊 还有就是所谓钱袋子 有钱吗 因为我们人民大学 不有一个比较充满的人吗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出的名 他不就说嘛 摆平 美国 给钱呢 一达子 钱不够 再给一达子 就这个说法 据说让前总统川普给他上了推特了 所以我们人民大学有两个有名的人 一个有名的人就是 就是那谁 咱们做他的节目 还有这个 金灿荣 这个人是 也是冲了大名了 为什么 他说这句话 说的赤裸裸呀 你美国 美国你有贪官 给钱不就完了吗 一达子钱不够 我再给你一达子 中国的执政者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了 他是希望 或者是他是努力的 制造更多的傻子呢 还是更多的骗子 傻子 当然他现在不让你说 什么也不让你说 兼听则明 偏听则案 他什么也不让你说 他就让你偏听偏听偏信了 那个骗子不用他制造 那他这个体制 就自然出现好多骗子 你像咱们做那几个人 什么那个谁 就咱们做了几个人 那几个人不都是骗子吗 胡锡进张维为 金灿荣 陈平 对啊 这都是比较知名的骗子 呸着外衣 好像他们都会说杨文 也在好像在发达国家 也呆过 美国什么都呆过 嗯 他们比一般低级骗子 能骗人啊 用事实当谎言 所以说呢 中国有一句话叫 精致的个人主义者 人家千万大学 有一个老图说的好 个人主义还用精致啊 自私自利 人天生就是自私 还用精致吗 这么回事 所以是精致的利益主义者 也是一派胡言 你看利己还用精致吗 那人的本性 但是你别害人 嗯 你别损人力 但是所谓的害人哈 我们刚才刚刚说的这四位和中国一些这些所谓的学者 专家教授 其实我认为他们并不傻 他们其实心里边很明白 但是他们去装傻 他们用这些东西去骗人 去骗更多的傻子 制造更多的傻子 我觉得这些人更可恨 对 是 这句话用那个 呃 邵小康的话 呃 就是 装孙子 呃 装孙子 你要用 官话 那就是 韬光养晦 呃 韬光养晦 叫战略欺骗 用操话 就是装孙子 你像我说的这些人 心里都明白着呢 啊 我的工作 嗯哼 在中国返美 我的生活在美国 他也知道美国有新鲜的空气 对 清洁的云水 安全的食品 这些人就用一句操话 就是装孙子 你知道吗 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人 呃 大概除了金灿荣本人 还是中国国籍 其他人都不是 连中国国籍都不是 而且人大概已经都是在美国定居的 张维为 还有这个陈平 还有这个司马南 这都是在美国定居的 呃 剩下的这个胡锡进 金灿荣 金灿荣的孩子是在美国上学的 呃 胡锡进的孩子也是在美国上学的 他们其实本人并不傻 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真正的骗子 就是要害人的骗子 有的人是又坏又傻 这几个家伙主要还不是傻 主要就是坏 比如司马南 司马南我早就给他定过姓 我说司马南是个坏人 中国最大的骗子是谁 最大的骗子应该说 这个从建党以后 一直到49年建政 最大的骗子就是毛泽东 哎 他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哪呢 在延安的时候就是 哎 跟着共产党 毛泽东 我们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 哪呢 离这自由民主越来越远了 所以你要说 是 首席大骗子 当然就是毛泽东 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到现在为止 那中国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最大的谎言呢 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同意周教授这个说法 但是我的说法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我觉得最大的谎言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谎言 是 这个跟这个周教授讲的差不多 周教授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新中国当然指的是好的了 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和旧的问题 它是所谓的新中国是指好的 那我说的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种说法 应该是更直白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其实没有共产党 中国就亡了 中国就不行了 如果是我们看一看 其他的地方的华人 包括在台湾的 在其他地方华人 没有共产党 大家就完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这个谎言 最大的谎言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全给骗了 中国老百姓真的认为 中国离了共产党 中国人民就什么都不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周教授你怎么看 对 比如说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这就是一谎言 谁亡你了 对 你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你半壁和珊他丢了 人家老美的总统 罗斯福总统下令 陈兰兹组织废虎队 你帮了你 中国打日本 完了包括抗美党朝也是 熊九九气昂昂跨过鸭鲁江 打败美帝野心狼 谁有野心呢 斯大林有野心 金日成有野心 人家美国怎么有野心呢 美国什么时候打过你啊 我一再说嘛 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苏联的 Blaiiv 要对中国的大城市发动核袭击 叫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是吧 结果怎么样 人家美国总统一个松 怒气 冲冲给否定 而且告诉你啊 如果你的苏联的导弹 你想打中国 美国就打你 他们不知道这事吗 其实这事早就说过 对对 你想真正的 苏联要动用核武器 打你 中国的核武器当时不太行 美国说不行 你不能欺负中国 你要敢拿核武器打中国 我就打你 堂堂正义嘛 所以我老说 我说你们老反美 你们是瞎了吗 狗眼你们 真正对你中国进行核威慑的谁啊 当然是 北韩的金三炮啊 对对 他拿核武器给你一同张胡折腾 他不要说打你 他给你来个核泄漏 你都受不了 你想想 因为他离我们东北太近了 周教授你刚才也说过哈 说最后在外界的这个压力之下 大家就变成是默谈国事 对 那么默谈国事以后 慢慢自己就自觉自愿的成为了傻子 或者是骗子 就是说装 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不说 我去骗人 刚才你也说了 我的这个工作 在中国反美 我的生活在美国 那中国人也说 我们现在每天吃吃喝喝 要过过自己的这个日子 摸谈国事 不关心政治 当个所谓的傻子 那边是当个所谓的骗子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觉得有什么不好吗 有啊 因为你对于这个 你对于这个恶 你不去反抗 或者叫助纣为虐 早晚你也倒霉啊 不是有一句名言吗 就是希特勒 法西斯欺负犹太人的时候 你不管 因为你不是犹太人 欺负公人的时候你也不管 你也不是公人 所以我欺负你了 没人管你了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叫聪明反辈 聪明我 大家都不谈国事 你以为你们家就能有安全吗 比如一个老农民 人家祖祖辈辈的 人家住金木地 人家有几间房 现在叫强拆 你的房子是你的 你搬不搬 你不搬 我退的就去上 他们欺负多人了 所以说你中国都想明日保身 谁保你啊 对对 你想反正他欺负他 我不管 你不管 到时候欺负你的时候也没人管 对对 那么说到这儿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中国人怎么才能不当傻子 不当骗子 改革开放啊 首先就是开放啊 开放 你知道知道 这信息开放了 让你出国看看去了 你就知道了 还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叫言论自由是最关键的 表达的权利 言论自由 简单说执行权 你得知道啊 什么都不让你知道 什么也不让你表达 这种政权 就叫反动政府 反动政权 就这么简单 你想他不让你说 他也不让你看 也不让你听 也不让你表达 中国这社会就万劫不复 早晚的事 那好 我们今天呢 就谈了这个周教授的名言 中国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 感谢我们的观众 也感谢周孝正教授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观众 明镜需要您的观众